12月20号 第13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视频方式举行 中国外交部 国防部 中国海警局等部门及日本相关部门分别派员参加 双方围绕两国间的涉海问题及推进双边海洋领域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 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 持之以恒推动务实交流 增进涉海人员交往互动 切实维护海洋安全稳定 将东海打造成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 友好之海 中方重申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敦俗日方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停止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中方就日本在东海 南海采取的影响海空安全的消极举动表达了不满 对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交涉 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 要求日方谨言慎行 避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 双方就继续开展防务交流 联合打击海上犯罪 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演练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 并原则同意明年上半年举行第14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双方就如刀